大家好,我是小孟 我是小家 今天又是居家 错完核酸了,再想去运动一下 过练一会 你能不能把你头发剪一下 看后面你发现开门吗 在哪儿剪呢,开玩笑 因为还碰到他们班同学了,聊天呢 早上买菜的依然这么多人 前面这儿还有一个卖衣服的 把衣服今天拿到外面来卖 过去看一下 转一下,反正在小区里也无聊 买了肠子掉了没有 不会都坏了路上 稍微等一下,一个一个进去 一个一个去,不急不急 开红酒的 小区这个南门就是我们每天主要的活动中心 小孩每天大部分就在这个广场玩 南门这个广场 早上在小区转了一圈 然后中午就是买点菜 中午吃火锅 看着有没有卖牛肉卷 刚才我妈还给我打电话 说 万灾我脑里几点 确实在时间长得挺烦的 喂,你好,您这个先开门 那麻烦帮我送一卷那个牛肉卷 买了牛肉卷和火锅 我们小区门口的那个 火锅 你不是那么火锅了,还挺快的 去后面买点菜 前面有了豆腐呀,什么都没有了 连菜也没有了 后面看一下 那菜都拌出来了 你先跟妈妈回去 然后一会儿 吃肉是吧 吃肉 所以我养成干净 买点豆腐 这是在国内网红上买的 是吧 从四川发过来的 我个人还能够几个好 我们家这有个叶子 你看,新鲜 我几个叶子 怎么能有叶子 我给你叶子 我给你叶子 是不是比你买的好 好不,给,尝 你买我,还要贵 小心冰 好吃不,抽一下 太棒了 今天吃火锅 海底捞的清油 我吃这个军烹的 开饭了 今天吃火锅 简单弄了几个菜 牛肉卷 你看,打电话拿回来 来,拿懒 你先吃尝个懒的 你把这个开我看 你自己这样夹着 然后这样涮涮涮涮涮涮 它没有红色就好了 来 好了 好 小心烫 辣不辣 不辣 不辣 你自己点 自己点开 你看看自己顺肉那种快乐 可以掉那种 没事,那妈给你嫁出来 来 看到你 辣不辣 不辣 你坐好 我怕你一会儿掉锅里了 还有辣 来 来 来就吃 再来一个 在这边也好了 在家带久了 其实我们之间也有一些矛盾 这主要还是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的 上网课 由上网课引起的 一系列矛盾 因为今年 基本上一个月就要上一次网课 然后长期上网课 其实 大人和小孩心里 其实都比较那种烦躁的 开始还可能比较开心 然后经常这样上网课 其实家长也有一些烦躁 因为上网课的时候 韩瀚有时候不太自觉 他需要我一直在旁边盯着 然后我有时候稍微走开一下 然后再回来就发现他那看抖音 要么在那打游戏 然后下午陪他写作业的时候 也是我要一直在旁边看着 然后看完他写作业 还有需要给他拍照打卡 不要繁琐 网课上酒了 韩瀚就有点不耐烦 然后导致小曼也是 经常就说孩子 这样 不是我说他 是我在教育他呀 但你互相争过来争过去 难免就会吵起来 然后这时候 我跟韩瀚有了矛盾之后 小家长永远站在韩瀚那边 就引发了我和他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上晚课的时候 你还是不要管 他想咋就咋 小家永远就是这种态度 给孩子绝对的自由 让孩子自由发挥 就那种开放式的教育 我刚好是相反的 我平常对 管的比较严 对 包括他吃什么 然后怎样玩 不该吃什么 该玩什么 不该玩什么 然后写作业呀什么 我都是对他限制比较多 比如上完网课 我会让他先写完作业 把作业作业全部做完之后 然后才能出去玩 但是上网课期间 他们作业就比较多的 比如每天的语文有个三五项 数学有个两三项 然后韩瀚毕竟还小嘛 然后他基本上能做半个小时 然后之后就不耐烦 他就喊累 然后他想出去玩一下 再回来写 我说不行 你必须把语文写完 然后再出去玩 哪怕回来再写数学 然后这时候 小家永远是站在喊喊那边的 就你先让我玩一下 然后我俩这样也会发生争吵 我觉得从小要培养他这个习惯 必须一次性 把所有作业全部做完 就两个小时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然后再出去玩 慢慢培养 但韩瀚就会喊累 然后在那哭着闹着 不小心 这还是太小了 慢慢培养耐心了 总之 风久了 确实 难免 要烦一下 小孩也烦 大人其实也烦 就是 昨天早上我告诉韩瀚 越不能出去了之后 韩瀚第一反应就 有点快哭了 啊 又不能出去了 那我不是又不能踢足球的 踢不了球了 因为韩瀚是最近新买了球衣 还有足球 他跟他的小伙伴约好了 每周六去球场踢球 结果只去了一次 然后上周没去 没出去场 这周又出不去 又不能踢球 然后他 韩瀚就在那闹了 还有现在 确实小学的作业量就特别多 我发现小孩一上小学 就近视了好多 韩瀚他们班一年级的时候 就有两三个近视 然后二年级又加了两三个近视 他同桌一年级都没戴眼镜 然后二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了 然后那天我还跟一个同学的家长在那聊了说 一上三年级 绝大部分都要开始戴眼镜 尤其一到五六年级 做业量特别多 戴眼镜都是必然的 小家就觉得 小孩现在眼力也大 然后趁现在小学 课业不是特别重的时候 反正都建议 让韩瀚就自由自在的玩 不要管什么学习成绩啊 不要管的太多 不要特别注重学习成绩 就培养他的那种性格呀 还有爱好呀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 我其实感觉就是 现在小学嘛 就自由自在的 能学多少呢 那小学的知识到底有多少 其实也没多少 所以就自由自在的玩 边玩边学 等他上初中想学了 他自然就会学 所以就由于这个教育 引发的矛盾 引发的血案 晚上还能再吃一顿 小家就是特别尊重韩瀚的想法 比如韩瀚说 他想先玩 玩完再写作业 小家就会同意 然后说他想吃什么 或者不想吃什么 小家都会尊重孩子的意思 不然呢 但是我就限制了比较好多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教育方法 不是 告诉他辣的不要吃嘛 小孩吃辣的干嘛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们两个学习也不差 也还可以 所以喊喊 应该学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一直都特别自信 然后直到上小学之后 才发现他们班的同学 都特别特别的优秀 基本上双百都占了一半 然后韩瀚第一次考试的时候 考了七十五分 然后他们平均分基本上都九十了 我那天 我清楚了 就那天接韩瀚的时候 然后老师说 他语言数学 语言考了七十五分 我觉得还可以啊 因为他毕竟一二元 什么都没学 连笔都没握过 然后考七十 我觉得相当不错了 然后老师又来了一句 跟我们班的平均分 差了十几分哦 拖后腿啊 然后有时候韩瀚听写不过关 老师就会给我发微信说 孩子今天听写错了比较多 何时再抓紧一些 然后期末开家长会的时候 也会点名 谁谁 然后身子不太过关 假期的时候 老师 家长就抓紧一些 所以 这些压力 就是无形中 老师给家长 然后家长又把这个压力 释放到孩子身上 然后又导致了 我跟你的矛盾 不过我觉得韩瀚是二年级 学习进步就特别大了 他一年级第一次呢 握笔写字 就像要不让就没握过笔 然后到今年 认识的字都特别多了 然后都可以 你也看过他读了绘本 故事说的 都可以流流地读下来 对 然后前几天老师还表扬他 他们听写 他现在只错了一个 老师还表扬他进步了 现在小学就要求他们老师买那本 小学生必备古诗词这么厚 然后一周要求把那本书上 背两篇古诗 然后抽谈 我小时候都没背这么多 小学生必备古诗词 五百首还是七百首 你昨天背那个叫啥 靖夜思 靖夜思那都是滴难度的 现在 那些都被那个 小儿垂掉 那个长恒哥还是什么 二年级背那种 有 你上次背那个是 你上次背那个是长恒哥 长恒行还是长恒哥 长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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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级背长恒行 我记得长恒行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学的 给加点肺吧 不是给我芝麻酱堆点肺 那你赶快吃吧 它就不好吃 浇一点水吧 就给芝麻酱要浇一点水 也很熟患 那次长恒行能够去大高中子学的 高一子学的 我感觉我都没学过 不是五百分 那不是五多呢 今天五十二百匹 我的难度大一点 因为它还太小了 理解不了 什么不毒呀 什么情怀呀 太小了还理解不了 最后再来个方便面 方便面收尾 方便面配火锅 麻辣的才有味 我的也好了 尝一下 你的也好了 其实家庭之间需要一些娱乐活动 调节一下 就避免这些矛盾了 比如出去划饿雪 比如出去看看电影 比如出去逛个商场 啥都讲不了 跟你说的所有娱乐活动 对 目前都不存在 感觉我们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看过电影了 嗯 好像还是去年 带海海跟梦梦 一起看了一个电影动画片 梦梦 嗯 我们几年里面还被出赛 他出赛 出赛是啥 出赛也是一首诗吗 也是一首诗 你会背 嗯 咋背呢 会在这里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